新朋友 一天,白鸽飞来桃花村说 今晚要搬了一位新朋友,听说是牛 白鹅说 我猜新朋友是水牛 他喜欢泡澡吗?我要送他桃子味的沐浴露 松马说 肯定是黄牛,我要送他桃花扇,干活累了就扇扇风 花猪说 我觉得是奶牛,他喜欢吃东西吗?我要带他去吃晚饭 夜晚来临,大家出来迎接新朋友 这时,有声音传来 大家好,谢谢你们来接我 大家伸长了脖子,可谁都没看见新朋友 我在这儿 原来,新朋友是一只蜗牛 大家十分惊讶 可爱的小蜗牛,你喜欢这些礼物吗? 我太喜欢这些礼物了,谢谢大家 大家伸长了 大家伸长了